大家好,欢迎收看小海绵爱生活 喜欢吃海鲜的朋友都知道蛤蜊 并且蛤蜊深受大家的喜爱 肉质十分鲜美又有营养价值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其实蛤蜊还是一种非常长寿的动物 在古时候竟然还被称为是地球五大不死神兽之一 再早前有一名老外在北大西洋的海底 打捞出了世界上最长寿的动物 正是一只活了507岁的蛤蜊 还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 据悉这只蛤蜊在被科研人员发现的时候 这只长寿的蛤蜊都还是活着的 不过在后来科学家们为了撬开蛤蜊的咳时 却是不小心的终结了它的生命 消息一传出之后呢 也是不由的让世人默默的替这只老蛤蜊心捅了一波 看来这古时候的五大不死神兽还真不是盖的 这只507岁的蛤蜊据悉是属于北极蛤 而且呢它们种族的寿命大多数是很长的 在此之前发现过不少寿命上超过百岁的北极蛤 为什么这只北极蛤会这么长寿呢 大家知道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一起交流交流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点击关注 请点击关注